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他长得太帅的原因 强科呢是一个我在认识他以前 以为是一个从外到内心 都是个非常帅的 特别特别帅的 国民老公型的 刚开始双面偶像的排练 然后他跳得也非常帅 然后当时就觉得 哇这个前辈好帅呀 然后这个前辈好冷酷 就那种感觉 但是他其实内心是个很有趣的人 我怎么好像不是在吐槽呢 他可能不像他长得那么正经 对在他正经的皮囊下 可能有一点点 很不好 捣蛋捣皮囊 但是后来跟他接触接触 我就发现他其实像是哈世奇 就是表面虽然看上去很酷 但是其实非常搞笑 非常的傻 后来发现其实是一个内心很敏感 就是挺小女生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反差还挺大的 就让人觉得 虽然他在舞台上很想让人叫老公 但在舞台下就会产生一种想要保护的心态 反差很大很开心 我觉得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其实不是缺点了 他是一个挺没心没肺的人 怎么说呢 就是对自己很认真要求很高 就练起舞来会没心没肺 然后跟大家玩起来也是一起笑的没心没肺 我觉得他对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真 如果要练舞的话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然后就往死里练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认真了 对我真的不想吐槽 但是有一点他确实嘴硬 然后呢就是对自己太狠了 我就希望他不要总是减肥能多吃一点 他现在真的有点太瘦了 特别是他这个下额线 而且陈柯总是跟我说 他自己这不好那不好 可是在我眼里陈柯就是很好 所以我对陈柯的吐槽就是 不要再吐槽自己不好 他真的很严肃 这还有一首歌 没关系我不用写 但是我很喜欢 就是他的客户的朋友们很喜欢他这一点 所以说吐槽也不是吐槽 就是很真心他这个朋友 我跟你说 他是我心中非常非常完美无瑕的人 我觉得这份认真的话 如果去参加这个节目 希望节目不会愧对 不会不会辜负他的这份认真 陈柯这个人就是比较神精致 我就觉得 他老是喜欢无端端的笑 他笑得比较魔性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有时候在笑什么 反正就他笑了我也跟着笑 就觉得还挺搞笑的 人很开朗很有趣 这是对各位观众朋友说的 就是我们柯柯可能 就是他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人 有时候太嗨了 可能就是不太平常 希望跟他一起同住的姐妹们那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能够hold住他 就是不要被他影响 就不要被他带跑 因为他真的很容易带跑别人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们的柯柯 好 就是他那边少发点朋友圈 不然的话 人家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他 他的朋友圈真的很多 我每次刷朋友圈 刷的都是他 不是一刷物 全是柯柯前辈的 在加柯柯前辈之前 我一直以为就是 就那种长辈发那些心灵鸡摊 刷屏 已经算是不太合理的事情了 然后自从我家的柯柯前辈之后发现 一个人一天发十几二十条 朋友圈是一件非常正常 非常合理的事 朋友圈真的实在发太多了 我点赞都点不过来了 是不是他们赌道的都是朋友圈 我就知道 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 他朋友圈就会是这样子 都是很积极正能量的 阳光向上的 看着他的朋友圈嘛 我都会觉得得到快乐 因为他会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啊 开心的事 还会分享一些正能量的鸡汤 加了柯柯前辈就相当于 加了一位心灵鸡汤博主 我觉得我每天就靠他的心灵鸡汤 活下来的 不管他圈那么也发不了朋友圈呀 嗨 我觉得没有看到他朋友圈 我会很不习惯的 对我会想念他和他的朋友圈 如果憋不住的话 也可以写在本子上 以后留给我们一起分享一起看哦 希望你可以像你天天在朋友圈那样 那么正能量 然后天天开心 虽然我也不看朋友圈 不吐槽 挺好的 没想要吐槽的 没有什么想吐槽的耶 对朋友吐槽 希望你到时候进去 不要经常哭鼻子哦 对不要像的 I know I know I know 如果你哭鼻子的话 我就会给你全部截图下来 然后一并做成表情棒 就等你节目出来以后 一并发给你 就这样加油 就是他太直男了 出去了别对人家 别的小姑娘那么直男好吗 就是不要老多喝烫水 他能不能够 不要那么博爱 小朋友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号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直男很有用 他一定要多喝热水 要保重好身体 那也不是 他每个人都爱 他每个人都爱 鼻祝别人多喝热水的同时 自己要多喝热水哦 照顾好自己 多喝热水 注意身体健康 没有就是希望柯柯能够好好加油 然后去外面多交交朋友 然后希望你有个好成绩 希望他在那边也可以多多喝热水 对不要太想我们 对虽然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不能发朋友圈了 但是在我们心里 你远是我们的朋友圈小太阳 我替他发 作为一个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 就看到他的朋友圈 但是觉得非常励志 虽然很直男 我虽然有好 因此 稍微 我曾acy 很赞